8月5日,李小璐带着女儿甜心现身北京机场,女女二人穿着同款蓝色花朵亲子装朝到机场,久违露面的小甜心,见到镜头相当的兴奋,又是张大嘴卖萌变身表情包,又是拉着妈妈手高抬腿喜唱,十分的古灵精怪。 李小璐一路都是面带笑容,看上去心情十分的不错,隐退后的初次见面,李小璐还特意将自己打扮了一番,更是戴上了婚戒,余甲乃亮似乎早已和好如初,甜心也在一旁乐开了花,妈的张伟欣也一同现身机场,黄色上衣搭配大花朵图二群裤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 8月7日,李小璐带着甜心再次现身机场,她身穿黑色T恤,搭配红色运动裤,腰上还挤着一件格子衬衫,带着黑色棒球帽,造型简单休闲,少女泛十足。 而甜心一件简单的白色T恤搭配一件粉色的短裤,长发挑飘,简直就是疯一样的女子。 而李小璐的手中依然带着前几日的钻顶,看来和贾乃亮已经准备开启了秀人爱模式了。 李小璐的频繁现身也让很多网友猜测,是否再为付出做准备,此举是为了先看看媒体和网友的反应。 李小璐的这一做法也得到了贾乃亮的认可。 8月7日,获得贾乃亮和贾乃亮工作室授权的微博账号贾乃亮影迷会也发文称。 做不了决定的时候,让时间帮你决定,如果还是无法决定,做了再说,一次再暗示这李小璐。 夜宿门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,相信时间会淡化一切流言蜚语的,如果时间还是没办法忘记你的过去,那你就先去做了吧。 对李小璐的付出,表示十分的支持,免责声明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,图友伴全方请联系删除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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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